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4月7号 张医师线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现场实作教学直播 老师我们今天的 现场实作教学直播 我们现在开始 好 我们今天会有新加坡 还有香港 温哥华 还有旧金山 那我们现在先请新加坡 这边的现场先开始 好 老师今天的这个学员 他今天也是从居然过来 他本来是回去了 那直接进入话题 就是找那个总会 然后找他的痛点 那他的幼乳房旁边这边 有一个总会 我那时候找的时候就是慢慢这样推 慢慢这样抓 这边有一个总会 这边有一个总会 我一抓起来 我就抓得到那种 之前这种 是比较长行的 经过处理之后 他已经缩小了 所以现在这样抓的话 差不多这个 这样子跟 这样子 所以是在这个乳头旁边这里 然后往上移的话 差不多腋下 下来这里 我们这样轻轻碰 就感觉得到有硬块在那里 所以我们这样抓的话 就可以抓到 这边有一个硬块 这个硬块就是我上次提到的 它很会跑 它跑来跑去 所以我们这样抓起来的话 大致上 这整块就是它的硬块 再往上移的话 它这里就比较 没有那些结痂等等的 就是主要是这里 还有这里 这两个总会 这是它右边的 那左边是很明显的 这边有一个伤口 这里有一个伤口 那这里这一块本身 这块本身之前是非常硬的 然后处理之后 它慢慢有松软 可是已经大概 一个星期多吧 对不对 它回去居然之后 也没有处理 那我现在也是发现 它这块也是有点长出来 这样子 那这个这里 它这整片 这整片 你这个手提一点点 这样子 它这一整片 都是僵硬的 之前来的时候 整个都是非常僵硬 现在也软化很多了 它这整个伤口 一直在出组织液和血水 然后这里看到一粒 它之前还没有来找我们之前 以前刚开始的时候 它整块也是硬的 可是现在这整块是松软的 可是它下面这里 好像感觉全部的肉 挤在一起的话 这里面 它也是硬的 里面也是硬的 这里的这些僵硬的 感觉有按推的话 它就会松软 然后只要好几天不按推 它又开始硬回来 不过整体来说 从它21号 2月21号来我们这里 处理每个星期三天 它这里都松软很多 那上面这里也是一样 就这整片感觉就是整个 拉在一起 下面都是硬 都是硬硬的 那按推的话 我都是以 姜粉泥就涂这里 然后开始按推它 好 那我先示范我这边 怎么跟它按推 这个 这个 又乳房的肿块这里 还有这个 这里 就是我跟你讲说 我有点挑战的 这样大很的 不可以吃的 现在可以切换 可以切换它 可以切换 以后就会这样 之前它的痛点都在 下沿这里 然后按推非常的痛 然后在这乳头中间 现在这里有一个 好像一个小坑 这样子 里面也非常痛 所以这里 我通常都是先 跟它涂了这样 粉泥 然后先一圈的 先跟它这样 慢慢的先按 找它的那个痛点 现在这边还OK吗 现在OK 这边没有用的 不要紧 我用手腕这里顶住 这里放进去 这里 这边 这边 这里 谢谢大家 褲子也有一點 我自己的動作 你自己的動作 好 报纸上这里的肿块 我就连着这个肿块旁边那边 这样用网鼓来推 老师你要我继续 往那个腿下那里 好 我先讲一下 这样的处理跟诊断是没什么问题 因为第一个用手抓 如果抓得出来 它一定是比较大块一点 所以你才可以从边缘按 那这个边缘一般是用网鼓 就是你刚刚这样按推 是没有问题 如果一抓 抓不大道 那要 也就是它的肿块比较小的话 那就要沿着肋骨 肋骨 然后用三根指头 对对对 就是这样 然后去一直到胸骨这里 这样从外侧一直到内侧来 好 找那个小的硬块 好 那很显然 你这个硬块是比较大 所以你一抓就有 那所以你按边缘 这是对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重点 不是在按硬块 而是在硬块的周围找痛点 然后按到最后那个痛点 慢慢就会不痛 痛点慢慢消失 那理论上就是 那个硬结肿块或肿瘤 它就会变松软 然后慢慢缩小 但是第一次按的时候 有时候稍微大力一点 有时候患者 第一次会感觉肿胀 甚至疼痛 那这个要跟患者讲 就是这个也是属于正常现象 有一些你稍微按 因为它没有被这样刺激过 回去会肿胀疼痛 那这个一般是两三天 就会消失 就好像我们按推 稍微用力 在大开关按 那按的时候 回去有些人就会痛 那个道理是一样 但要跟患者讲清楚 那个是正确的 所以你刚刚的处理方式 没有问题啦 这样大致都OK 接下来 那现在是腋下 对 对 上面这个变化 变化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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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软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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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 你就是要 第一个要看患者 能否接受 那在他人承受 譬如说腋下三到五分钟 那把痛点找到 然后按开 涂姜粉泥 这样三五分钟 我认为就够 因为他还有胸部 这个也差不多三五分钟 你看这样坐下来 就差不多十分钟 因为你等一下还要坐左边 左边那个破裂的 所以这些时间的掌握 还有患者他在疼痛 他每次讲疼痛 其实那个都是他的极限 都会消耗热能 所以你在处理上 就是尽量不要让患者 消耗太多热能 然后又能达到你的目的 所以那个时间的控制 我觉得蛮重要 尤其我说是重症患者 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的话 就不要太强调手法 手法只要大致能够按得开就可以了 所以你刚刚这样的动作 都已经OK了 OK 好 那接下来是要患处了嘛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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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有一点就是他的 他就是被这个手臂 整个手臂一直24小时的在酸痛 然后之前是有延伸到整个背这里 那目前我们的我们处理以后 他的背部这边的酸痛已经是八字上解决了 可是他的手臂的痛 就一直在困扰着他后 下后他很多人 上个星期上一次的之后 我们是有帮他按推 按推完了之后 我们就是有用姜粉衣就是帮他推他的手臂那里 都会缓解 可是很快的 很快的他的那个疼痛 一回到家又又开始动回来 好 所以他有这个疑问 就是说我们该做的都做了 然后他回到家 他的做法就是用自己在家里有工具 可以尽量按肩部那里 然后姜粉衣也尽量的自己搓 不过自己在家里搓不是非常的高位 然后有尽量的照灯 因为他的左边的患术有照灯 然后顺便有照到他的手臂 他也是有用红豆袋 就是包整个手臂 可是这些环节都是 暂时可以完反之后 他又再传统回来 好 对于这个问题 我有跟你们还有一点点不同看法 就是你刚刚的叙述 背后 因为他背后还有肩部 那个就是肩部原始点 那些痠痛比较改善 但那个手臂还是没有改善 那这个你们在按推 因为你一直没有 你只是说你在按推手臂 但他那个手臂的痛 还是要从患处找啊 那患处不只是手臂本身喔 那还有肩部的前沿喔 甚至包括锁骨喔 这整个下来都有可能会引起肩部的痠痛 肩臂的痠痛往上找 我们说而且他很快又会奔回来 我认为第一个可能要考虑的 因为你们热言都做到 是不是手法上 在按推的位置上很多没有找出来 我应该举一个例子吧 我们有没有模特儿 我们去找一个男生或是怎样 然后可以看看 我帮你们找找看啦 类似这样 我只是在揣摩 现在这样是从背后 那是大开关再找 一般大开关没有效 就是从患处 我相信你们大开关都会按 那如果手臂还在痛 那应该就是患处体伤 那部分是不是要找 那如果肩膀 你们看得到吗 可以 我的建议啦 因为你们背后这里肩部原始点 甚至背后脊椎两侧 应该都做 所以这里改善 那这个是属他处体伤 那你肩部原始点 因为手臂是由肩部原始点管 当然按这里却没有改善 那你就应该要往前找 也就是患处周围 不只是按推这里涂姜粉泥 甚至往上这里 那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找呢 我的建议啦 它这里的延伸点都是属于 你看喔 我举例来讲 肩膀这里痛 我们按整股下沿 这里就可以改善 这个大开关一按就可以改善 那这里整个手臂都酸痛 应该是在这一节 甚至在往上 往上应该怎么找呢 就是差不多在这一段 也是要找 那有可能患处体伤是在这里 我都建议这里也按一按 然后这里都找出来 再来按这里 那这样就比较完整 那这里的找法 你测一下 我们这里耳后 这个大开关 这一条刚好我们这几个点就在 但这里下来 恰好也有筋 脖子这里也有筋 大家看到了 我拇指这里按 这里一般都会很酸痛 然后这里按下来 按到这里刚好就是我们那个锁骨 大家看这里有两个 这里按下来到这里锁骨 还有这里锁骨 接下来 这个骨头 这里上下沿 这里很可能都有痛点 尤其这里附近 那你这样按下来 好我按给各位看 这里再找下来 然后这里也按 然后找到这里 然后下沿是从这里 就是这个锁骨的 这个头 那锁骨这里一直下来 下沿 锁骨的下沿 好这里一直按 按到这里 一般这里 以前我早期第一板的时候 这里也把它列入原始点 最后把它去掉 那这一点也常常会很酸痛 尤其在这里 那这里是前沿 所以最有可能是这一点在痛 或是这一排 从这一排 那为了谨慎一点 我说它的找法 这里时间都不会用很长 就是从这里按下来 按到锁骨头 然后再从锁骨头这里 按过来 看看有没有痛点 一般是以下沿这里 这里最容易找到 这里 然后再来这一点 这一点 到这一点 好 这里的痛点 也帮它用姜粉泥按 然后把它解症了 如果还不能解症 再来找 一般这里 患处 要找痛点比较难 因为都是肉 所以反而痛点 大部分是在我刚刚讲的这里 居多 那既然是患处 当然这里也可以涂姜粉泥 然后按推舒缓 这个都可以 那我这样讲解 习青你应该听得懂吧 喂 有 所以你们这里应该都没有推吧 有 其实从它的伤口以上 因为它是左边那个 那边有伤口 对 伤口是胸部这里嘛 左骨上面 左骨上面 就是整片它都会痠痛 整片这里都会痠痛 这里啊 对 连你刚才所提的那个位置 全部都会有痠痛 对啊 所以如果这样都在痠痛的话 那更应该是从这里找下来 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里应该都有痛点 对 对 它刚好就是我们这一 就是大开关这样延伸下来 刚好就会碰到那个大脖 那个脖子的旁边那个筋 很大条的 这个也是很大条的 那 那这个筋 就是慢慢剥开 这里应该都常常会遇到痛点 那剥到这里来 刚好就是锁骨 锁骨头 然后再从锁骨头这里上下 一般是下面比上面痛 这里比较下面 锁骨这里下沿 这里一般比较容易找到痛点 那上沿当然也有人会痛 这里 以前也有人找到这里 刚好就在尖峰前沿那个凹陷处 那里也有很多人都有痛点 那所以这些都要找 如果有找 然后再按推 你们看看是不是它的体伤可以进一步改善 这是我对你们的建议 好不好 那就是患处体伤的按法 那至于其他的 这个就比较简单 就是以前我教的 就是放在整集床 那这个周围 帮它按一下 甚至涂姜粉泥 这里一般要找到痛点比较难 但是舒缓对整个循环会有帮助 那真正痛点大概就是我刚刚讲的 前面是这样 那后面因为 这个都是我们管的嘛 肩部原始点 还有脊椎两侧 这里一般我们都会按到 所以这里比较没有问题 反而如果是患处体伤 那前面这里就要加强 好 我的建议就到此 好 OK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 是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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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紧索 感觉紧索 好 请紧索 好 多数来 刚刚老师你提到的这个位置 对 对 都要按 我们通常处理 通常处理我都是沿着这边 然后往上这里延伸到这里来 然后连它旁边这边 它侧一面给我按的话 它这些位置全部都是有痛点 是 是 是 这些都要再加强 好 甚至连脖子我刚刚讲的 耳后这样脖子延伸下来的 那一条筋 也一定要松开 好 多数是从下沿这里 慢慢跟它这样按上去 好 可能走一两圈 然后往上面按 按到这边来 然后它侧一边我再按这里 好 这样可以的 对啊 因为我们腋下本来在找 也都是属患处嘛 这些 我通常是用 先用指腹先 让它感应一下 是 然后我才用完股 然后按 这边给我多那边 这个地方吧 这个地方 切剁 这里面也是 一兩樓啊 對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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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多晚都了 有些过 你没见过 嗯 嗯 嗯 好 嗯 有痛 可以 这里是你刚刚你最痛的是这里 就是它涂起来 让它被解脚 对阿 我们试试一下 也是很硬的 所以快速非常硬 好嗎? 好嗎? 可以 这个自己啊 下面有桌子 上面这一块啊 这里都有啊 就等一塊多 等塊多會有重點 而且它會緊繞 嗯 它會緊繞 對 緊繞 很緊繞 OK 好啦 好啦 烤鸡虾 直到6分钟 鸡虾 放上厚 攪拌了 撬开 再继续撇开 卡 撇开 卡 当 Pho-Péu 吃了 好 好 这样是对的 我刚刚你那个手法 我觉得还用得蛮不错的 就是你用顽骨 那我也看那个形状的不同 你也用到拇指那个鱼剂的部分 顶进去 那都OK 但是你唯一的问题就是 姜粉泥用得太少了 那个姜粉泥应该多一点 然后才会比较滑 然后你们很节省 都一点点一点点的用 那是不行的啦 所以我上次已经讲过 如果对于伤口 你们就拿一大把 然后就直接涂进去 不要那么少 那个看起来有一点太节省了 唯一一点 唯一一点要改进的 就是用的姜粉泥太少 太少患者 有时候在推的时候 还不够滑 不够滑患者会增加疼痛 所以我的建议 多一点姜粉泥 好 这是对你整个处理 说法导致没什么大问题 好 大概就这样 这样应该很好啊 处理得很好 吹风 吹风它会紧绷疼痛 它有哪个问题 好 老师学院有一个疑问 好 就大致上在家里 尽量的是要达到24小时 给热源 可是它照灯的时候 或者是有用吹风筒吹这个换处 尽量就是要让它干爽 可是有时候灯一照 整个地方就非常紧绷起来 好 OK 灯还好吹风 灯还好吹风对不对 事实上我们这两者的用法 事实上是怎么用呢 如果有伤口 然后会常常流出组织液的时候 用吹风机把它吹干 吹干之后不一定是说 因为它那个洞口很浅 也不是很大 有些是很大 然后又很深 那个一定要用电热吹风机 把里面甚至深层的 也把它吹干 那这样用的时间就要久 那如果它表层是这样 因为很浅嘛 电热吹风机吹一吹 它组织液或是种种 很快就会干掉了 干掉之后 就不一定要用电热吹风机了 这时候就可以用灶的 那它灶是可以接受 听起来它是对吹风机 因为吹风机比较猛一点 所以我是认为这患者的反应是合理的 实际上也应该是这样 好 那这样两者的使用 这样清楚了嘛 习清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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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就是 那我再跟他沟通 然后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下回我们再请教老师 可以 可以 大概看起来就只有这样 好 那做得不错 对啊 OK 还有问题 我是想跟张医师说一下我的作息 这样子是还有什么要再改进的 就是我现在上午的时间 我都去爬山两个小时 然后包括晒20分钟的太阳 然后回来下午以后呢 我就是照灯 吹风 温敷 就这么做 不知道这样子做 还有什么要再补充改进的 好 如果他的作息 运动当然我们可以针对 每个人部位不一样 如果是腿伤 那当然就加强腿部的 爬山爬楼这个OK 但是他刚好是在胸部 那胸部我的建议 最好还是要做扩胸运动 或是伏地挺身 扩胸运动 对对对 要不然他都在脚在走路 好像运动不大 对那个胸部不能直接起到作用 所以我建议是 做一些拉筋的 扩胸运动啦 甚至伏地挺身 那这个反而更直接 所以运动方式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好 变动方式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好 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那个吹风机我吹干了以后 然后停 停吹了很快 它又马上潮湿回来 这个可以反复吹啦 不是说吹完一次就结束了 它如果又出来了 那你还是可以吹一吹 那吹的过程中 有时候因为热进去了 它反而阻止液更容易流出来 很多不是只有肝的作用 因为它热进去的话 会让循环变好 循环变好 阻止液更容易流出来 达到整个畅通 乳癌最怕的就是组织液 淤积在里面 那积久了 不只肿瘤会变硬 而且还会肿越来越大 那以后伤口就会变得越大 就更难处理 所以为什么要让 吹也有让它干 也有让它畅通的意义在 是有这两种意义 所以如果有了可以反复吹 我的建议是这样 OK 好 谢谢老师 好 谢谢老师 好 那大概就这样 好 谢谢 好 新加坡 新加坡是不是今天 有没有其他还要问的 好 那我们现在 行行 你们那边 还有没有要问其他的 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 暂时没有 好 我们今天的直播 就到这里 那我们预告一下 下个礼拜 我们还是继续 现场实作教学直播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下周见 再见 атели 艺术